尤其是 全新飛碟APP 警告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飛碟晚餐 我是 陳輝文 中號民國 109年10月1號 今天是禮拜四 而且是中秋節 那在這個連續假期的 時間呢 我們飛碟台一樣做 現場直播 播歌也直播 待會的光瑜 一定也是直播 光瑜是我的這個 這個 大前輩 他主持廣播已經二十幾年了 應該是逼近三十年了 大前輩 這個我也是聽這個葉光家族 變老的 我不能說我聽葉光家族長大 就我的年紀來講我是聽葉光家族 這個變老的 所以包括交歌 包括光瑜歌 還有小弟我呢都用現場直播方式陪大家過 中秋節 那當然還有我們電台的這個 這個協力的同志我剛來嚇一跳 怎麼今天中秋節人那麼多 我們阿智在現場謝謝阿智 謝謝謝謝你那邊mine是不是也可以開啊 可以推來跟大家中秋節問好一下 那個 我們那個輝文看社會 第100集的時候你要記得嗎阿智 第100集的時候大家都拿快200集了 你跟易华都準備一下 我們100集的這個美女小編是 念婷 然後念婷他拋棄我們之後現在換 他的學妹 更年輕的這個易华 到200集的時候就 一一這個上來聊天 好謝謝大家在中秋節來收聽我們的 節目 那這節目開始前有幾點跟大家做說明 這個 我們還是非常的歡迎所有的朋友我今天題目都跟修憲有關 那大家可以到我們的 臉書的粉專或是到這個你現在 開YT的話 我那天在前置的節目講的部分我覺得我應該 在這邊重複 就是說 呃 你也知道現在的這個媒體的經營非常的不容易 好 那如果你現在是用收音機在聽的 好你用收音機在廣播啦 好像很多問蔣大哥啦 我們這個便利商店的這些 大哥大姐大家都很辛苦 如果你是用收音機在聽我們飛碟電台的 請你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好 把你的平板拿出來 然後呢 然後你在 平板跟手機上面去到YouTube的頻道去搜尋 飛碟聯播網 好 找到飛碟聯播網之後就按讚 好按訂閱跟分享 好然後呢你一邊聽廣播 你用廣播在聽嘛然後你的YT 好 也要到我們飛碟聯播網的 這個 直播的這個頁面呢 好幫忙這個這個沖一下人氣 那如果你已經用手機跟平板在聽了怎麼辦 如果你願意的話就把我們的頻道 好分享給你們 這個周遭的親朋好友好歡迎他們一起來 收聽收看我們節目就說 因為現在的這個 我們就電視台來講他不是單純的看 這個 AGB尼爾森的這個 收視率調查 他同步的會去看他YT的 這個Patch View跟他的點閱跟他的訂閱 他是兩個數字一起在看的 好像時代變了我跟大家講這麼白 那電視台如此呢我們電台呢 當然也要再針對這個YT的部分 我們的訂閱十幾萬台 有一段差距 有些大的新聞台 都已經破百萬 好 那像那個Yahoo TV好像是 五六十萬嘛 然後我們的友台這個news98已經破20萬 所以顯然我們的那個觀點像四五十萬吧 我們這個電台目前十幾萬 是還有非常大努力的空間 歡迎大家來訂閱 呃 就算不看小弟的這個 也看看嬌哥的面子看看光宇哥的面子 這個大家幫忙 這個訂閱 因為訂閱是不用錢的 訂閱我們YT的頻道是不用錢的 那請大家多給我們電台這個支持跟鼓勵 我們昨天的那個觀音的部分 我們那個 兄弟 開閣的朋友 因為我去聽傳播啦 他說 沒要配合 是怎樣這樣 就這種比較 到江湖的那個 開閣的這種 扣印 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非常歡迎大家 待會針對我們談修憲的部分來做 討論跟這個表達意見 不過利用那種開閣 因為不是 不是我們兩個在聊天啊 好 我們 YT線上有朋友在聽直播 我們廣播的這個聽眾更多 好 那 我們這些年來在 這個 收聽率的這個這個 這個表現 謝謝大家的 捧場 好 大家不敢嫌嗎 不是我們兩個在聊天啊 不是我們兩個在聊天啊 你跟我搶 不意思啊 好我們我們的這個 現場直播節目 加上廣播 可能是幾十萬人甚至上百萬在聽 你跟我 搶那個 有的沒的 其實對你講沒有幫助 你可以去談他的內容 你贊成修憲你覺得應該怎麼修 我會讓你講 但是你的發言的態度跟你的內容 決定的我要給你多長的時間 發言 你進來的就是這樣 要三到六間問你做哪裡你 你現在是怎樣 啊 你以為我跑社會的我會被你這個嚇到 我連講都不想讓你講 你要刷牌你去北台 不過北台都沒有你開call in 現在台灣的政論節目 不會我 我不論 政論節目誰開call in啊 誰每天跟你現場直播啊 社會輸出賣到沒有而已 你要這邊陳兄鬥狠 耍寶那個我是 我真的沒有反應 好 因為我 我昨天開始幫你講我很怕狗被火車跟每日一都沒講到 好 我們先看今天先看這個 這個要高一點 不然會被標題擋住 啊這這樣可以嗎 好謝謝謝謝 這個是 美國駐聯合國的這個 這個大使 好這cally craft 那 昨天 因為聯合國這個年會結束了 好 那他們辦了一個這個視訊的這個研討會 類似研討會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呢 他認為台灣應該加入 這個聯合國 好不然的話就是什麼自欺欺貞什麼的 那對這個因為他是個外交官他也是加拿大的這個美國駐加拿大大使 對他這個表現啊 呃不 不以為然啊 第一個我想跟這個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講說 我們的馬總統跟蔡總統都沒有申請加入聯合國 那你根本沒搞清楚嗎 你你你真的支持台灣 了解我們中華民國的現況你就不會講這個話 蔡總統跟馬總統都沒有申請加入聯合國 自欺欺人的是美國 我們想參加WHA 連署拜託美國簽名美國連簽都不簽啊 那你跟我講說你你 挺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是很好笑嗎 WHO WHA他是聯合國的一個委員會下面的組織 他等於是聯合國的二級單位 我拜託你連署讓我加入二級單位你不簽 然後你說我 我們美國聽台灣加入聯合國 我是不相信 第二個 這個美國的這個駐聯合國大使這個水平 很有限啊 我猜他也都是瞎掰的啊 就是說因為他事情很多 他也是為了應付川 川普跟國務院的要求 假裝聽我們啊 那一封 我們發給WHO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E-mail 根本沒有談到市井 你根本你就沒看那個E-mail在黑白講 我跟你講啦 謊話講的一百遍就會變成真的 他北京在阻撓台北把這個 什麼什麼人傳人的這個 這個新冠肺炎的事情 阻撓阻撓什麼 我們那時候什麼都不知道啊 我們寫給WHO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更更進一步的消息 麻煩你通知我 我們到底警告的WHO 他們都知道啊 那封E-mail陳時中就印拗的啊 就跟陳時中印拗那個實安 實安匯報說 因為疫情所以我們沒有開 可是疫情不是今年才開始嗎 你去年就沒開了啊 這麼明顯的謊言 陳時中他也敢講啊 為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 講了一百遍喔 就會很相信啊 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 那我先跟大家預告我們的這個 呃 扣印啊是在 大概六點半左右 我們第一段跟第二段先講一下這個 這個相關的內容 然後我們再跟大家做這個扣印 當然也要聽大家的意見 不是我講的對 我講的不一定是對的 你也可以說我講的不一定是真的 那同理可證呢 你講的也不一定是對的 你講我們就是討論嘛 好 當然這個就是很重要的公共議題才會變成這樣子 好 我們先從民進黨啊這個政國會這個系統啊 好就是游錫坤林家龍陳廷飛他們這個系統 他們 還有余天啊 余大哥很少到立法院開會的昨天突然出現了 Anyway 這個綠委的提案 要把國家統一改 國家發展 憲法徵修條文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之前蔡逸宇有提過了 那個 也是民進黨的 不過他們不同派系 你看那個蘇貞清不是被嚴押嗎 然後 舊人跑去找游錫坤complain 好 去找游錫坤complain的呢 都是蘇貞清那一掛的 啊什麼陳明文啊 蔡逸宇啦 這些人跑去找他 好 那昨天開記者會的是 林家龍這一掛 陳廷飛啦 這個余天他們那些人 好 那把國家統一改成國家發展 你要去修 憲法徵修條文的這個前沿 這能改嗎 好那等於就是你把統一在國家統一改成國家發展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嗎 對不對 國家統一的前提變成國家發展的前提 這個就是去統 然後呢這個陳廷飛他們說齁這個不涉及統獨啊 好我覺得陳廷飛你們這種真言說瞎話的這個這個 實在離譜 這個就是跟統獨有關嗎 你把國家統一改成國家發展我我我先不講說這樣子改對不對什麼這個我們先不談 你改成這樣子怎麼會跟統獨無關呢 你把憲法徵修條文 關於統一的前提拿掉 改成發展的前提 這怎麼跟統獨無關 我我我我很質疑陳廷飛這些立委就說 你用奧的跟我好 還是你們民進黨喜歡用奧這個跟統獨無關 我把統一刪掉改發展這個跟統獨無關 這個怎麼會叫不設統獨呢 哈 還是大家被洗腦習慣的用用奧 那封email有提醒你人穿人喔 他裡面有寫人穿人嗎 他裡面有跟WHO市警什麼嗎 哈 就是沒有沒有的 蘋果日報很好玩把他寫在 我改我改我有存的那張我我改聽證來給大家 他還做頭版頭把因為那個email的那個 字數也不多 哈那個cally craft 你有空去看一下 你當聯合國大使 他上次跟我們駐紐約代表那個 齁 那個處長吃飯的時候 他就在講那個啊 他就在講那個什麼 什麼WHO什麼 那時候他就是來 那時候他亂講我還沒時間罵他 你看 UN他們駐UN的大使跟我們的處長吃飯 美聯社會跑去拍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大外宣啊 不然美聯社怎麼知道你們在那邊吃飯 我們兩個在餐廳吃飯 剛好去美聯社你給我騙 那你新聞看太久那個就是演的 那大外宣的一環 好那另外你也來聽說中華民國的領土啊 改憲法效力所及這個我們昨天有 大概談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憲法的領土 當然跟目前的現況是有不然我們為什麼會有憲法徵修條文 有憲法跟憲法徵修條文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狀況 跟當初 制定憲法狀況有相當大的落差 所以才會有憲法徵修條文 好 那現在民進黨立委想說好把中華民國的領土改成憲法效力所及 好 這什麼意思的就說 大陸我不要了 那邊我都不要了 我只我現在效力所及的就是 台風金馬 把中華民國的領土改成台風金馬 自我閹割掉 那邊我不要了 那邊不是我的 你送我我也不想要的我就是我只要守台風金馬就好了 好民進黨打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子 好 那我跟大家講過就是說這個 啊就剛罵這個cadleycraft 就說這個 美國啊美國他們跟大陸有簽那個三公報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喔 你可以說是保護我們 你也可以說是這個約束 大陸啦 美國反對啊 兩岸片面改變現狀 好重點在這兩個字叫做片面 我想請問cadleycraft 我們如果加入聯合國算不算改變現狀 因為 美國的意思說你們兩邊去談我們不介入調停我也不會逼你去談判 但是呢我反對你們兩邊誰 片面改變現狀比如說台灣獨立了 你片面嗎台灣 獨立台獨 阿公打過來了 統一台灣 武統台灣協習台灣解放台灣 那個也是片面台灣不願意嗎 這是片面 台灣獨立呢大陸不喜歡嗎那個也是片面 美國是反對 兩岸片面改變現狀 這已經講很多年了這不是新鮮的 好 那我們講大陸的反分裂法 如果把中華民國領土限縮在台澎金嗎 這樣子對他們倆算不算是法理台獨 好這個我因為陳廷菲講說不要扣帽子這個我是很認同陳廷菲啦 因為陳廷菲很了解在台灣討論統獨 不管是統的或是獨的 都會被扣帽子 但是我也想跟陳廷菲 這個這個阿Q一下 在台灣 比較喜歡扣人家帽子的 我認為是獨派 動不動就舔共 好動不動就是拿大陸的錢啊什麼的 這種扣帽子的行為我是反對 我很 願意用這個open-minded來談陳廷菲他們的提案 好 可以談可以討論的為什麼不能討論呢 好但是 不要扣帽子 我剛講說大陸的反分裂法 如果你把中華民國的領土改了 算不算是 法理台獨 我的研判啊 我認為這個就算是法理台獨 就他們來講 我不是幫他們講話我當然是幫台灣講話我幫大陸講話幹嘛 我是說 依照他們反分裂法的定義 中華民國的領土如果只剩下颱風金馬 而且是修憲變成颱風金馬的話 我認為就習近平他們的北京當局來講會認定這個就是法理台獨 你的 你的憲法已經沒有我啦 你只有台風金馬啦 那他會不會認定是法理台獨來 什麼什麼共機又繞台或什麼的 甚至武統或是銀彈的這個這個修領 我認為 他們有可能會把他認定是法理台獨 好 好那我們看這個他們提案說優先以台灣之名啊進行涉外事務 這個也是很 實在說 我們這個BI 前幾天不知道那個六都他們參加一個什麼什麼都市聯盟什麼的 然後把他寫China 那六都的市長都抗議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或是柯P大家抗議怎麼可以這樣子我們不要用China 可是我請問大家 當主辦當然說好啦你們你們抗議 不要用China 啊我給你換換什麼 我們現在在那個六都的那個 那個聯盟已經不叫China了 好你們抗議嘛他就 就就換 那換什麼 換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嘛 中華台北跟台灣 好我要跟大家講的講的這個意思是說中華民國走不出去嗎 我們沒有辦法用中華民國參加任何的國際組織除了我們的邦交國之外 好我們之前參加像IKEO啦或是這個 好各種的這個什麼WHA之類的我們都不是叫做中華民國 我們參加WTO也不是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走不出去這個是這個這個這個大家不要生氣 然後表面中秋節怎麼講這個 其實我要謝謝大家因為我 我 我在寫這題目因為我知道很硬 這題目很硬很難很難聊甚至也很難扣印 但是我覺得我們 喔 對不起我覺得我們杯碟電台杯碟晚餐的 這個聽眾朋友的 普遍的水平 有到那邊 因為你你你會來聽我的節目就是 我認為啦我認為你你就是沒有那麼懶 你也沒有那麼綠 很綠的人一定聽到 好 那很難的也聽到 就很難很綠的那個很極端的人 其實是聽不下去 那很難很綠的朋友我 非常好很抱歉但是我沒有辦法討好所有的人這句話我是跟蔡總同學 但是我我講的很坦白 你們很難跟很綠的人你們本來就不是我的他 我本來就不想訴求你們 國民黨推個西瓜民進黨推個東瓜你都要投給他的你聽我節目幹嘛你就繼續投你喜歡的就好了 講國民黨壞的你聽不下去講民進黨壞的你氣不不 那你也不適合聽我節目 我也 不會嘗試的想要改變你啊我沒這麼厲害啊 我水平很有限啦 我也不想說服你你很難的你就去聽單有的節目 難得不得了啊 國民黨 做什麼都對啊 這種節目我也很佩服啊他聽的人很多 都比我多啊 綠的節目也是啊 綠的什麼都對 所以我那天 在T台講我說 你要看洗腦的節目齁 你聽我講沒有我沒有自己洗腦 我希望你是動腦 不是洗腦洗腦還得了 好那另外這個提案裡面還說要改國旗國歌跟國徽 這個 這個改的可多了齁 然後呢說不要在憲法裡面改 我們現在這些 部分是規定在憲法裡面 那憲法跟一般法律的差別就憲法他的門檻非常的高你如果要去修憲 憲法裡面的條文 去修改的話 在立法院要四分之三通過 好然後這個我們公民覆決還有二分之一 門檻非常高那個不管是立委立法院先立法院在公民覆決 那個門檻都很高 好 那差別是怎麼一一一般的法律他是多數決 一般的法律 好二分之一多數決他就這個 甚至不用二分之一你開會的人 譬如你113個人只有60個人來開會 你31票就通過 113應該是57嘛 可是我只有60人開會 一般的法案 通過 有些 有些人是同意權的門檻會比較高 但是一般的法律是多數決就就過了齁 你如果把國旗國歌國會 從憲法拉出來 放在一般的法律那就變成你想改就改 好我們看這個民進黨的萬年總召柯建民啊 老柯好昨天又出來踩煞車好又出來 嘿嘿 不是其實 民進黨在立法院的這個運作齁 不能去問游錫坤啦 游錫坤他是一個 院長 好他是主持超野協商 理論上游錫 理論上啊 理論上游錫坤應該超脫黨派 好因為他是國會的議長 好那民進黨在立法院搞的那些東西呢 要問柯建民 好你問游錫坤是沒有用你問民進黨那些什麼三長什麼 什麼那些 其實只能問老柯老柯說的才算 好所以你看老柯那時候很厲害 這個齁 江後這點過的講迫就不記得 你記得老柯 呃 臨時會不要開了 第二次臨時會不要開 大家一頭霧水不是要開嗎怎麼突然不開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蔡總統在總統府宣布要開放美豬美牛的時候 老柯就站旁邊 他為什麼不開臨時會 他如果知道原本他講的開臨時會就會 就會卡到那個美豬美牛的宣布啊 所以老柯先出手說我們不開臨時會了 所以要不要開臨時會不是游錫坤決定是老柯決定的 老柯說的算了 他不會讓在臨時會的時候去宣布 立法院就變戰場了 我們不開臨時會 然後呢 本來蔡總統跟老柯講什麼 說這個行政命令關於美豬美牛的部分呢 就不用經過立法院了 你還記得蔡總統不用經過立法院了 所以 陳水扁今天阿扁還跑出來 陳水扁也是笨蛋 馬英九也是笨蛋 你們開放瘦肉精的美牛 你們要經過立法院 人家蔡總統開放瘦肉精的美豬不用經過立法院了你覺得這個有道理嗎 莫名其妙 現在他們改成審查 我跟你講過行政命令的審查也是騙你的 行政命令的審查要嘛是表決通過 民進黨人比較多嘛 好所以表決會通過 要嘛就是表決沒通過超過三個月 他就自動生效了 我就不曉得在審查什麼 然後蔡萬恩說 這個審查是有意義的 有什麼意義 你三個月開一大堆公聽會把民進黨罵得高血零頭然後最後美豬還是通過這意義在哪裡 你作秀三個月而已 我們要加強審查 別了啦 不要自己騙自己的 那個行政命令的審查就是演三個月的 這個美豬的大戲給你看 好 那柯建平說以黨版為主跟他解釋一下就 民進黨團最後推出他的版本他的修憲版本 那國民黨要配要不要配合我們第二段再來再來談 那我說又煞車的意思因為我剛講蔡易渝他之前就提過提案 蔡易渝是提兩個嘛一個是憲法政權條文一個是兩岸人民關係條文 他把跟國家統一有關的條文蔡易渝認為都應該刪掉 可是後來呢 這個蔡易渝又自己撤案 你自己提的案自己撤我也不曉得這個蔡易渝在幹嘛 好那最後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我們待會第二段回來廣告之後再開空 我跟他講說 我們是一個 你看尤其他們推薦的正常國家決議文啊 民進黨一個台灣前途決議文 你你我們就回到正常國家決議文 昨天陳丁培他們講說 我們這個邁向正常國家 邁向正常國家正常國家決議文 鄉親這叫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說我們是不正常的國家 不是嗎 我們如果已經是正常國家我們幹嘛邁向正常國家呢 我們已經是正常國家的我們就不用邁向正常國家了 我們就是不正常的國家我們才邁向正常國家 對不對 這個不是繞口令喔 邏輯就是這樣子我們要邁向正常國家 好我要減肥那表示我現在不夠 不夠這個 健康所以我要減肥 我如果已經減肥了你要叫我減幹嘛 好我們不是正常國家 所以我們要邁向正常國家OK 好那我們最不正常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憲法 跟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是互相隸屬 我們的憲法有他他們的憲法有我們 這個是現實嗎現實狀況之下 國共內戰 上次那個discord好久以前應該是去年吧 anyway 有一個大陸的 這個 我們的朋友不知道他住哪裡 我有點忘了 他到那個discord打 惠仁兄 我齁 從國共內戰開始跟你談 國共內戰開始跟我談 這個 這你去跟趙先生談 國共內戰我就沒辦法談 我才幾歲 沒有跟我談國共內戰 我也知道 我就不讓他談 你要你要談國共內戰 那講不完啦 那可能一點點講不完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先撇開 大陸的憲法是怎麼 寫的也不要 去談說我們當時什麼什麼自憲什麼的 我們就用現在 2020年來講 以往的歷史我先 擱置在一邊 你現在打開這兩本憲法 你的憲法有他他的憲法有你那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他的憲法說我是我是他的啊我的憲法你是我的那個打架嗎還是猜拳 我剛講說那些爭議我們先不談我請問大家 當兩部憲法都有互相隸屬 的時候 你光改一邊的憲法有沒有用 我不是要幫陳廷飛 這個陳歐破他們潑人水啊 我是解釋 現實的狀況給大家了解 兩邊的憲法是互相隸屬的然後我這邊改了你那邊沒改 啊這樣有用嗎 中華民國走不出去中華台北走不出去你覺得台灣走得出去嗎 我們不是要坐下來互罵我們那現在怎麼辦嗎 兩邊的憲法互相隸屬我們改我們的 他們沒有改 那在他們的憲法我們還是他的啊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扣帽子哎你幫北京講話你是中共代理人 我跟你講 在我們台灣那些買辦啊那些舔共的 要領號碼牌啊 怎麼輪都輪不到我啦 我有沒有舔共 不是你說的算是大家 我現場直播我沒有你自己去 我講的接受大家檢驗我的所作所為也就 那個昨天那個凱文啊 那個廈門那個凱文 你是不是弄錯啦我因為我後來想一想 他邀請我去廈門嘛 他一直很好意說哎霍恩兄有空來廈門走一走 我跟他說我第一站要去北京啊 因為你如果你如果看我們回文看社會我講很多次我要去北京吃烤鴨 可是我回他的時候因為我那時候也忙我說我第一站要去北京 然後他後來就回我說我很功利啊 那個成功的功那個利益的利益說我很功利 他是不是誤會我要去北京幹嘛 我去北京沒有幹嘛 我吃個烤鴨 到長城跟那個 那個叫紫禁城吧 到長城走一走到紫禁城走一走我就回來了 我也不想待太久了也沒辦法待久要工作嘛 吃個烤鴨到長城去看一看紫禁城看就回來 這樣是這樣叫做功利嗎 凱文你是不是誤會我 沒關係 我經常被誤會 我們那個聊天室一個老朋友鄧明明 鄧明明你跟我聊天聊了一年多 他昨天在聊天室問說YT聊天室說 會不會沒有女朋友嗎 虧了你聽我節目聽了一年多 嚴厲的譴責 我們先進廣告 非得晚餐我是 陳輝文 因為我們在進行節目的當中 我沒有辦法分心去看YT的聊天室 我們是非得聯播寶 我們主力的這個收聽的 這個Target還是我們的廣播的 這個聽友 那當然YT的朋友我們也非常的重視 我只能利用廣告的時間 跟YT的朋友這個打打招呼 所以沒有辦法全部都顧及到那個謝市長 那個基本上你那個的話 我們那個義華會幫我準備這個 廣告聲音如果可以我都會念 嘿 這個也謝謝大家的這個鼓勵給我們電台給小弟本人 好這個支持跟鼓勵 你中秋節來聽就很棒 但是我沒有辦法回應每一位 聽眾朋友的這個 那天我們call那個三民 高雄三民區的陳小姐 他就是經常在臉書 我後來他後來跟我相認 在臉書跟我相認 他說 我終於打進去了 我就是那個 就是經常把他罵民進黨的話 傳給我的那一個 聽友 就是那天call進來的高雄三民區的陳小姐 同一個人 他把那個 那我也 原來就是你 但是我也拜託他 你要罵民進黨你去罵給你 你罵民進黨不用傳給我 我又不是民進黨 謝謝高雄的這個三民區陳小姐 謝志揚 謝謝半分清 謝謝你的過路費 那個 我剛 節目開始之前 我看那個YT啊 看到那個新達港的那個 王中皇的海鮮叫 突然又直播了 他在停了兩三個禮拜有 害我覺得很那個 那我看那個中 因為他有兩個地方 大家一個在金獅湖 一個在新達港 金獅湖那個點喔 我怎麼看都覺得 矮優矮優 因為我比較習慣看新達港的那個 那個那個直播 我從這個老闆 就是一個叫賣 這個 如果你有空到YT去打 新達港海鮮叫賣 你可以看到 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他的EQ非常的好 然後他在處理這個整個 叫賣那個 看他叫賣真的是一個享受 然後他對 客人 這個點菜啦 各種的這個買賣什麼的 我很欣賞他的這個 臨場的 反應 那我剛講過那個扣印 我們現在開放扣印 我幾個問題要問大家 就跟跟憲法有關的 阿之我們開始輪得上 好 那就說我們今天題目就說 你要談別的也是可以 但我希望你來談談 你說你贊成修憲嗎 憲法 因為很少人在談 這題目很硬啊 你贊成修改憲法嗎 如果你贊成 你希望改什麼 我贊成修憲 那你要改什麼 因為憲法 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憲法可以說包羅萬象 行政立法考試監察什麼 司法通通都在憲法的這個 你想改的是什麼 那第三個呢就說如果修憲會變成兩岸戰爭 會開打 你還支持嗎 修憲的後果我們不知道啊 如果修憲阿公說你怎麼改成這樣子我打你 我用飛彈或銀彈打你那你還支持修憲嗎 然後再來呢如果你反對修憲 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如果你反對修憲你不想修憲的理由是什麼 然後最後就說 我們國家最迫切 應該解決的問題是修憲嗎 這這點我是很懷疑 來 我們在中秋節的看有哪些朋友這個扣音進來到現在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是請你保持 基本的風度啦 我不是站在這裡讓 你贊成修憲反對修憲我都尊重 你對憲法的看法我都尊重 因為我講的不一定是對的啊你講的也不一定是對的 我跟我剛跟大家強調過說你call in的態度跟你的論述的那個內容 決定了你call in時間長短 你去北台比看看 我可以回鄉鄉蓬蓋去保證喔 我給大家call in講的時間 都比他們多啊 以前平秀琳在主持中天的那個新台灣 星光大道 他那個旁邊有秒數你知道嗎 他電視台他弄個開個礦人他給你20秒 20秒 以前另外一台另外一個節目我覺得不好意思講他給你幾秒他給你7秒 一個給你20秒一個 我給的都不只20秒跟7秒好來謝謝大家 中秋再來碰到哈嘍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中秋快樂YMIGL YMIGL你好你好 我終於打電視進來了我說真的從上一次打到現在這起碼隔了兩年 兩年啊 YMIGL你住哪裡 我住台北 但是我現在人在人在那個桃園烤肉 你跟一個沒肉烤的人說你在烤肉 我知道了 這樣比較殘忍嗎 沒有我跟你講我是真的有準備啊 我不算成修憲 因為修憲的現在難度太高 因為我覺得重點是國內都沒有共識 你現在有分泛藍分泛綠 每個泛綠又有大大綠小綠 泛藍也有大藍小藍 所以實際上真的自己內部都沒有共識 你很難再去跟人家談 自己我覺得真的是 安內然後再攘外 我們要去跟大陸談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我們自己要有共識到底要怎麼走 人家用銀彈人家用飛彈恐嚇我們 我們自己內部都都沒有共識了 怎麼去對抗 怎麼去想辦法去因應 那問你你覺得我們國家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經濟啊 你真的是就是經濟如果能夠起來的話 你才有才有才有 說話說話 應該才會把把你試做一個咖嘛 大概就是這樣 不然就你從鄭曉晴的時代聽到現在呢 哪有什麼我從范麗達的時代 你當時當時特別來賓的時候我就在了好不好 我那時候每個禮拜就是 就是只聽禮拜五 就聽你跟跟達哥對談 那真的是很開心啊 達哥禮拜一跟禮拜四都不好聽就對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你幫達哥加分啦 不敢不敢不敢千萬別這樣 這被他聽到也得了 這段要剪掉 謝謝中秋節快樂 謝謝拜拜 在桃園烤肉還打電話進來 因為這個YMIGL這個是老朋友 好這個 他不贊成修憲我們都尊重 我們先接call in 不要讓線上朋友等太久 哈囉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大哥你住哪貴姓你好 我桃園 張先生 張先生 你好來 來中秋節快樂你你你 贊成修憲嗎 其實我贊成修憲 修什麼 要修哪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就是把 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給他確認 對好就是照 照陳廷兵的版本嗎 沒有就是把我們現在實際有 有那個 私職管轄的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陳廷兵的版本啊 就泰澎金嗎 因為你說現在憲法 現在所有正義點就是把 那個中華民國憲法包含到 中國大陸去 那這個就是 很多的爭議都會從這個憲法開始 張先生那我我剛剛那個問題我還是要問你說那如果我們 就是你這個領土的部分做修改如果這樣的話如果造成兩岸的 這個開戰 你還支持嗎 沒有因為我覺得就是 現在中國老不好 我們維持現狀他也是 他其實我們維持現狀他也是反對 維持現狀他也是反對 因為我們如果我們 像我們如果是維持中華民國 獨立的現狀的話 中國也一定反對 那個張先生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說如果 因為 修改 領土的這個條文 造成大陸的 飛彈或銀彈的攻擊 這樣你還支持修憲嗎 因為 就算我們不改 他一樣會這樣 你還是不想回答我的問題 我再講一遍 你剛剛講你支持修憲 我尊重嗎 然後你說要修改領土的 這個我也OK 我說如果因為修這個導致兩岸開戰 你還是支持嗎 支持因為這勢必 還是要解決的問題 就還是要 就是 修改這個 然後阿公打過來 你還是堅持要修這個法 就對了 好 謝謝張先生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因為我時間的關係 你一直不想回答 我會一直的問 你支持就支持反對 這沒有正確答案 真的 桃園章先生 你贊成修憲 而且要修領土的部分 我尊重 我問你阿公如果因此這樣打過來 你說你還是堅持要修憲 我也尊重啊 好不好 不是你說的算 也不是我說的算 大家表達意見嗎 你好 你好你好 哈囉 大哥你好 你好 您住哪貴姓 YT花蓮 我姓廖 廖先生 你好 來廖先生 你贊成修憲嗎 我不贊成修憲 為什麼 我們以 長時間以前過去那麼多年 馬英九那時起到現在 我們 其實老實說我們維持原本的那種方式 根本不會有任何那個什麼 跟大陸有什麼仇視的問題 問題是以現在來講到 政府 長時間的一直在挑釁大陸 不管是在言語上 啊 不管是在最近的COVID-19 他們 語言 等等的一些問題上面在挑釁他 我是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啦 謝謝 所以 你是反對修憲就對了 我非常反對修憲 我覺得這個反而 修憲的話 只是我們這邊的 改更改 但對於他們那邊 他們還有所謂的反分裂國家 好 那個廖先生 你說你在花蓮 你在花蓮哪裡 我也花蓮人 吉安 你在吉安 我在花蓮市 你沒有去烤肉 我要先帶我老婆下班 現在在等時間 還沒有出來 所以我是來電檔的就 沒有沒有沒有 開玩笑 這個 謝謝 謝謝你來捧場感謝 感謝我們花 等他老婆 打電話來捧場 我就是跟大家捧場 不然只剩下我跟阿智兩個坐在這邊 孤單的老人 阿智不是老人 他是年輕人 我是老人 謝謝大家捧場 我們接三通 明天 你今天打不進來的明天再打 因為明天我們還是有現場直播 明天理論上還是在談這個這個修憲的問題 我們來看這個 阿智我們現在從第六標開始 好 這個修憲的門檻四分之三 他的 為什麼修憲很高門檻 憲法是剛性的憲法 他不能讓你隨便亂改 所以他門檻非常的高 當初在修憲的時候就把門檻定很高 修憲門檻的立法院是113的85 要85票才會過 那民進黨最多只有73票 是過不了的 他票根本不夠 好所以大家不要被民進黨牽著鼻子走 好 那 我說好如果國民黨反對 因為現在立法院已經開始 那個啦 好他們修憲委員會各黨的那個代表 他們照比例分配 那個修憲委員會的委員已經確定了 好 但是我我對國民黨這我不是很認同就是說如果國民黨反對他修憲根本出不了立法院 修憲有兩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立法院第2步驟是公民的復決 你出不了立法院公民連頭都不用頭 你要先進過立法院 就跟那個總統的罷免是一樣的 你要罷免總統要先通過立法院 好這個這個 門檻是很高的 好我們看之前蔡總統講說要珍惜憲法時刻 這個我就書念的少 書到用時方恨少 憲法時刻是什麼 沒有人教我什麼叫憲法時刻 我不曉得蔡總統的什麼意思 好 那蔡總統他希望修憲他要大家珍惜憲法時刻 可是明明蔡英文是民進黨黨主席啊 那為什麼蔡總統說珍惜憲法時國民黨要聽話呢 國民黨怎麼那麼乖啊 乖乖 蔡總統講的你聽那你到你加入民進黨好了 我真的不曉得國民黨因為我看媒體報導我是看得很難過 說國民黨很多人想加入修憲委員會 我不懂你們這些國民黨立委的邏輯是什麼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的我罵你我比較沒負擔 蔡總統說要修憲你們國民黨立委 一直想去加入修憲委員會 你幹嘛 我投民進黨就好啦 這為什麼蔡總統說修憲你們就這麼乖啊 你們這些人真的莫名其妙 蔡總統開放美豬你愛不會叫母 蔡總統說要修憲你們搶得進去 什麼爛黨啊 爛到這地步了 你是在野黨你一頭熱去跟人家修憲 你修憲你舉手表決你你贏得過民進黨嗎 你贏不了嗎 你只有在修憲門檻裡面你的國民黨那40票 40期那裡面還有兩票是 那個高金跟那個 那個護婚期啊 我 國民黨這個 這個國民黨有一個版本我講給大家聽他說投票 18歲下修嗎 好像20歲改18歲 然後呢國民黨想要換不在即投票 我給你看 你要修憲改這個那你 你這個投票選爸爸部分呢要增列這個不在即投票 這樣划算嗎 好用這個去跟民進黨換 我真的不曉得國民黨這個算盤因為不在即投票已經講很多年了民進黨是 一路的反對民進黨反對理由是什麼 他說台商齁 你說推不在即投票台商就不用回來了 然後台商很多都是挺國民黨的 據說住大陸的兩百萬人 據說啦我搞不清楚多少人嗎 我那天看個大學教授寫50萬人 50萬的數字哪裡來的 你哪知道是50萬我也不曉得是200萬還是50萬 我們的國安局說40幾萬 我們先進廣告來 貝利晚餐我是 陳惠文 朋友非常感謝在中秋節的這個零續假期 還有這麼多朋友來陪我們這個 在空中相會 明天是中秋節假期的第二天明天我還在 明天我還在現場 所以今天coing進來的coing不進來的朋友沒關係 明天有非常好的 阿達里 很好的嗆死 讓你跟coing來我們這個 菲利晚餐 我們大 大概還是會談修憲的 因為這個東西 光接三通coing是不夠的 你接三百通 三千通也是不夠的 但我我先把題目講好之後我希望大家有備而來 你贊成也好反對也好 只要你關心這個題目 你就是真正的愛台灣 你基本上立法院要 要補 我不才不立法院要補 我的立場很坦白 我不會跟你遮遮掩掩 我就是反對 那你說拿這個去換 不在籍投票我也反對 那你當初你馬英九完全執政的時候你就應該在立法院推不在籍投票嗎 然後民進黨講說綠營綠媒就想說那個台商 如果他們用不在籍投票 假設他們投蔡英文 那個阿共會攔截把他改改成投韓國瑜啊 他們長久以來就這樣洗腦 哎呀大陸不民主不自由 我們如果推不在籍投票那個投票結果被改 好然後他們就灌很多票回來啦然後就這樣 已經講很多年我聽到都 被麻痺去 你看美國 川普現在一直不在罵那個通 他罵的就是通信投票啊 不只美國很多先進國家推通信 已經很多年了我不太懂 譬如說選總統 假設我的戶籍在 高雄我人在台北工作 為什麼要回高雄投票呢 為什麼 你選的是總統全國這一個選區啊 我在台北投給蔡英文跟我去高雄投給蔡英文是有什麼不一樣 一樣啊 那為什麼不能不在籍投票呢 民進黨心裡有鬼啊 甚至他們一個版本說 在我們 目前台風機馬是可以不在籍投票但是台商不行 台商每個都要去買機票然後做包機回來 這不是莫名其妙嗎 我們現在的科技 難道說大陸說攔截就攔截他說改就改嗎 哈 就得逼台商坐飛機回來像那個泰國的阿輝啦 好 千葉的Yuki啦 查理在東京 你們這些想要回來投票你們就是得搭飛機 你們不能做不在籍投票不能用通信投票 我覺得那個 所以為什麼跟你講說 民主進步黨是民主退步黨 那另外這個媒體 還在講的這個 廢考間的問題 我要提醒國民黨 你的全民是中國國民黨 你是中華民國的 建國的政黨 你如果 跟著民進黨去廢考試院跟監察院 恐怕馬英九會是國民黨最後一個總統 那你自己建了這個國 國父的武權憲法你不去捍衛 你跟著民進黨瞎啟動說我們來改把考試院廢掉把監察院 你們在幹嘛 這個真的是主流民意嗎把考試院跟監察院廢掉是國內 我很同意YMIGL講的 現在的問題是拼經濟嗎 怎麼會怎麼會去 去憲法那邊動腦筋 我必須想說他國民黨內立委在想什麼 我真的看不懂 謝謝大家 那中天以後呢 好的